哥 你把你的房子改成我儿子的名字 再把我儿子过户到你名下行不行 中秋节的家宴上弟弟对我这样说 我本想拒绝只是犹豫片刻 弟弟就急了 哥 改成他的名 他才能上这个学区的重点高中 而且我儿子就是你儿子 以后让他给你养往 我妈也在一旁附和没错 必须得把房子给你侄子 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我性格懦弱 不敢多言只能默默接受 房子过户给侄子后 他嫌我身体太健康 居然伙同别人将我杀害 肢解分尸 再次醒来弟弟正和我说 要改房产证的事情 这次我断然拒绝不好意思 我在国外有孩子了 这套房子我要留给他 是王大力的家属吗 很抱歉通知你们这个不幸的消息 王大力被人杀害了请节哀 凶手的手段极为残忍 他的手脚和头颅 警察找到我家在得知我的噩耗后 我弟和我妈跌坐在的痛哭流涕 大哥儿子两人默契齐声哭嚎的时候 我的灵魂正飘在他们头顶 冷冷地看着他们的表演 看着我弟和我妈擦掉眼角恶鱼的眼泪 原本我看到他们的反应 还只是有些心寒 但在看到侄子之后 我的双眼像是被仇恨蒙蔽住了 如果不是他 我还活得好好的 侄子正站在我弟和我妈身边 一动不动 表现得很淡定 丝毫没有因为我的死而悲伤 警察也发现侄子的异样 立刻起了一心开口询问 这位小伙子看着不太伤心啊 侄子听到警察问话 也没有慌张 而是淡定地说道 之前大伯说要出国旅游 国外信号不好 一直联系不到他 我就猜到他可能是遭遇不测了 没想到还真是 警察听到侄子的解释后 放下一心 随即拿出一枚金戒指 原来是这样这个戒指 你们见过吗 是在死者身上发现的 我弟和我妈都摇头表示不清楚 倒是侄子点了点头 一脸了然 俨然是知道些什么的样子 我在大伯房间见过 听大伯说 好像送给了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吧 妈只听到我背着他找了女朋友 瞬间暴怒起来不再悲伤 仿佛刚才哭的人不是他一样 什么大力找女朋友了 这臭小子 有没有把我这个当妈的放眼里 他不知道这个家我最大吗 找女朋友竟然敢不跟我说 如果灵魂能笑出声 我现在笑得一定很大声 我都死了 我妈还在计较 我有对象没跟他说 真是可笑又可悲 弟弟看到警察的眼神不对 立刻拉了下妈 妈现在别说这些了 大哥已经死了 警察不想听我家这些家常理短 要带侄子去警局做笔录 这个线索很重要 你跟我配合调查一下 尽快把凶手抓拿归案 只是我不太理解 侄子身为杀害我的凶手 为什么这么乐意配合我 跟着他们去了警局 就在警察刚刚掌握到证据的时候 我那个所谓的女朋友自首了 我们前段时间有点小矛盾 我想跟他解释 但是他不听 还打我 我为了保护自己 只好反击 没想到 自首加上证据案件 很快就结案了 那个所谓的女朋友 因防卫过当 过失杀人罪被判了十年 直到我跟着侄子去探监 听到侄子对那女人说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等你出来了 我再给你五十万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女人 只是侄子收买的替罪羊 侄子因为之前 已经被过到了我名下 成为我唯一的继承人 侄子顺理成章地 继承了我的全部财产 我弟看着我上百坪的房子 感叹不已 大哥真是个白眼狼 有着房子居然还藏着掖着 之前要他的学区房 他还犹犹豫豫的 现在还不都是我们的 真是死得好哈哈 侄子也在嘲讽 早点给我不就好了 要不然我也不会做这么绝 我弟听到自家儿子的话 有些疑惑 儿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侄子见说漏嘴 连忙转移话题 哦爸没什么 你看房子吧 以后可是要住一辈子的 哈哈 对对对这房子真是好啊 弟弟在大房子里转来转去 瞬间忘却烦恼 沉浸在喜悦当中 看着狼狈为奸的父子俩 我的心如同坠入冰窖 小时候我学都没有上完 就起早贪黑去打拼 我妈一直都PUA 我她总是说弟弟还小 你爸走得早 一家人都靠你养货了 就这些说辞 我一听就是几十年 直到我熬出一头白发 还在说 我一度想不明白 到底谁才是爸妈的亲生孩子 明明弟弟才是被扔掉 放在我家门口的孩子 我爸妈将他收养了 怎么我却成了 不受父母待见的那个孩子 我爸妈把弟弟 当成亲生孩子 从小我跟弟弟 感情也非常好 可惜人心都会变 我妈也是 没有弟弟之前 我妈是最疼我的 有了弟弟之后 我仿佛就是一个天选牛马 生来就是为这一家人 打工的工具人 小时候弟弟上学 他的生活费学费 甚至与别人吃喝玩堵的钱 都是问我要的 我觉得他不务正业 不想养成他的坏习惯 他就找我妈告状 我妈就给我要 要是不给钱 我妈就抓着我的头 打打得我头破血流为止 我以前谈了个女朋友 刚攒下来钱准备结婚 我妈就不乐意了 你弟弟要结婚 还要买房子 你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想问他凭什么 钱是我挣的 他为什么不让我结婚 还要拿我准备结婚的钱 给我弟结婚 我妈给了我一巴掌 就凭你是我儿子 你得听我的 放心等你弟买了房子 会分你一间屋子住的 就这样弟弟娶妻生孩子 买车买房 每一分钱都是我给他的 没有一分钱 是他自己赚来的 街坊四邻都戏称 我是福地摩妈宝男 但这一切都非我所愿 现在我偷偷攒下 钱买的大房子 也在他们谋害我之后 成了他们的财产 我好恨 真的好恨这一家狼子野心 弟弟的媳妇难产死了 因此弟弟和我妈 对弟弟唯一的儿子 很是宝贝 当初没有母乳喂养 还不为奶粉 到处找人借母乳买母乳 母乳一直未到六岁都没停 我知道买卖母乳 是不好的行为 就劝弟弟孩子大了 母乳该停了 他指着我的鼻子 对怀里的儿子说 儿子 你看看你大伯 不安好心 想给你吃没营养的东西 害死你 侄子就举起手里的遥控汽车 就朝我头上砸过来 把我的头都打破了 侄子十四岁 每次考试倒数第一 天天跟着一群精神小伙 起电磨炸街 调戏小姑娘 还被人告到学校 要让他退学 我找校长求情 又苦口婆心劝侄子 还是得读点书 不然以后出去没文化 容易受欺负 弟弟却直接当着我的面 把侄子的书撕掉 你大伯就是在压抑你的天性 他想让你得抑郁症 别听他的 有我妈在 还有弟弟给他撑腰 侄子越来越嚣张 对我的劝解一句也听不进去 后来侄子连学校都不去了 再往吧混了一年 最后连高中都没考上 弟弟却毫不在意 我儿子天赋异禀 只是不适合硬式教育 只要环境好 谁都比不过我儿子 中秋家宴上 弟弟却又反过来 拿上高中的事要求我 哥 你侄子要上重点高中 把你的房子 过到他名下呗 再把你侄子的户口 挂在你名下 这样房子还是你的 我刚攒下钱 买的房子 不想就这样拱手让人 只是犹豫了一下 弟弟就着急了 大哥 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你侄子这事 你总不能不管吧 再说反正你没结婚 以后让侄子 给你养老送中就好了 我妈在一旁 也跟着附和 没错大力道时候 房子还是你的 你住的话 给你留一间屋子 你先把房子 过户给你侄子吧 经不住两人的狂轰轮炸 再加上我性格懦弱 生来就听妈的话 为了侄子上学就同意了 但万万没想到 他们从这时候 就开始算计我了 侄子毕业后 不愿意出去工作 我告诉他人 可以不上班 但要有挣钱的能力 于是把他安排到我公司 给他安排了个清闲的工作 拿着稳定的薪水 侄子不愿意拿死工资 弟弟一边骂我 看不得他儿子享福 一边对侄子说 我儿子能力这么强 一定要当总经理 你大伯没孩子 等他死了 到时候他的一切都是你的 从此以后 侄子便奠辑上了我的财产 他还真的在我的公司 老老实实上了几年班 见我还是老当义壮 身体健康侄子 终于忍不住了 他勾搭了一个女的 然后让女的勾引我 把我引到偏僻的位置 然后两人合伙 将我知己分尸 即便是我死后 侄子还在嘲讽侮辱我 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 我死后的灵魂 依然得不到安息 他们那嘲讽恶毒的嘴脸 让我气得眼前发黑 昏了过去 再次清醒时 我发现我居然 回到了中秋节的家宴那一天 大哥你侄子要开学了 还没有学去房的名额 就很难办 上学也不方便 把你那房子 过户给你侄子吧 耳边传来弟弟熟悉的声音 我睁眼转头 看向旁边 弟弟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一旁侄子淡定地坐着 我妈也在一旁附和 没错 你那房子过户给你侄子 反正你也没孩子以后 你侄子给你养老 这一幕是如此的熟悉 在我脑海印象深刻 无论死后 还是活着这一幕 都难以忘怀 这是老天 给了我一次重活的机会吗 又让我回到这天这一世 我决定不再懦弱下去了 我不想当福帝魔妈宝男 我只想做自己 保护好我自己 看着无能的弟弟 和暴怒的妈 那恶毒的嘴角 我气笑了 我真恨自己上辈子 怎么救 看不清这是怎么样的一家人 不过这次 我不会轻易服软了 上一世 因为服软懦弱 我把房子过户给了侄子 还听弟弟地 把侄子过到我名下 才导致自己最后 被侄子谋杀 甚至我的所有财产 都顺利被侄子给继承了 这一世 我怎么可能重蹈覆辙 我冷漠地呵呵两生 你儿子管我屁事 再说上学就要学去房 那以后结婚生孩子 是不是都需要我掏钱 我要给你掏钱 结婚养儿子 还要给你的儿子 掏钱结婚养儿子 怎么什么好事都是你的 弟弟愣住不明白 一向懦弱 都我怎么突然这么强硬了 弟弟还没来得及发脾气 我妈就把碗摔向我 狗仔子 你现在翅膀硬了 我的话都不听了 天哪 我怎么这么苦 你把这短命归走得早 这个家就指望你了 你现在居然说这种伤心的话 这儿子白痒了 我看到妈在这里 又是哭诉 又是替我爸威胁我 我顿时气笑了 前世就是被他这样PUA 我让我心生愧疚 我不得已地答应了很多事情 但这一世不会了 我只想自私一点 我这二十年寿的苦 已经足够偿还生育之恩 至于养育之恩 他根本没有养过我 让你失望了 就到没我这个儿子吧 我丢下这句话后 就离开了这场 让我不愉快的家言 弟弟还想张嘴骂我 我就听到侄子拦住了他 爸急什么 虽然不知道 大伯的态度变化得怎么回事 但是放心 我有办法 我就知道我在场 侄子肯定不会说出他的计划 我这个侄子的心思极其阴险 我此时拒绝了弟弟的要求 侄子必然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我 前世我对侄子那么好 他都残忍地肢解了我 还把我的头颅灌满水泥 嵌进房体里 重活一世的我不再是任人摆弄的玩偶 面对阴险残忍的侄子 不管他到底酝酿着什么阴谋 我都有所防备 并且一一反击回去 侄子和弟弟戴着黑口罩和帽子 两人一副小偷的打扮 出现在我的房子门口 侄子自信满满地说 爸 别担心我调查过大伯的行程 他现在肯定不在 我的确有些胆颤 不敢直接闯进来 侄子比翼看了我第一眼 随即说道 爸你就放心吧 我早就打听好了 我这好大伯 家里只有一个保姆 这回没在家 我们可以大模大样地进去 两人悄悄进入卧室 翻箱倒柜寻找东西 把房间弄得一团糟 突然侄子从床垫下 抽出一本户口本 得意洋洋到爸 找到了我弟赞许地拍拍他头 不愧是我儿子这白眼狼 藏得这么好都没用 侄子得意地笑起来 等我把手续办好 看他怎么办 殊不知 他们的一切操作 都在我的坚实之下 我盯着面前的笔记本 我早就知道 这好侄子心怀不轨 却没想到 他居然大胆到 敢直接闯入我家 偷我的户口本 真是胆大包天 我看着他们滑稽的操作 令人发笑 他们真的很愚蠢 连头上的监控都没发现 他们大笑着 转身要离开 还不忘顺走 我放在保险柜里的现金 忽然警铃大作警报声 嗡嗡嗡地响起来 我弟紧张地问儿子啊 你不是说 这儿跟鬼屋一样空吗 这鬼叫是怎么回事 侄子慌张地回应 怎么会这样 看来那个好大伯 比我们想象的 要机制一些快走 他们刚想逃之夭夭 就直接和急匆匆赶来的警察 撞了得满怀 这时我事先安排好的 保姆阿姨登场 保姆怒气冲冲地指着两人 就是这两位不速之客 擅自闯进我家 还打算偷东西带走 警察一看情形 立刻采取了行动 将两位不速之客 按倒在地 被按在地上的弟弟 不满叫嚣着 什么抢劫 我们是走亲戚的好不好 这房子是我哥的旁边的 是他亲外上 保姆一副不认识的样子 他奇怪地说道 亲戚 我可没见过你们 你们怎么开的门 侄子在地上掏出手机 亮出屏幕 当然是用密码 光明正大进来的了 原来如此 我从家宴离开之后 我妈给我要家里大门密码 说有时间 要给我送点家里的土鸡蛋 我知道它不会是 送土鸡蛋这么简单 从那时候 我就留了心眼 给家里安装上了监控 看来是我妈 把密码给了弟弟 让弟弟来偷户口本 也不知这是谁的主意 该说聪明还是愚蠢呢 侄子把手机上的通讯录打开 有一条是我的联系方式 看见没 这是我亲大伯 不算私闯民宅 你既然是这房子主人的保姆 他说的对吗 警察问保姆 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认识 我敢肯定 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人 那他们怎么进来的 难道是这房子主人 给他们的密码 不可能 保姆看着弟弟两个人 一脸凝重 王先生的密码 从来是没有给其他人 除了我之外 这间房子没有别人来过 你放屁 侄子急了 他指着手机 你敢说 这不是我大伯的电话 警察向保姆阿姨示意 阿姨上前看了看 点点头 确实是王先生的电话 侄子说着 就把警察往外送 警察皱起眉头 打亮着侄子 警察叔叔 这保姆错把我 当成了小偷 等我大伯回来了 会好好修理他的 没事 你们就先回去吧 保姆阿姨开口 把他们拦下了 等一下 虽然是王先生的电话 但如果真是有心的话 想要拿到他的电话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不如你直接当场 给王先生 打个电话验证一下 看他认不认识你 侄子呵呵冷笑两声 我亲大伯 怎么可能不认识我 你一个臭干活的 再多管闲事 回头我就让大伯把你开了 保姆不理会侄子的威胁 执意要他打电话验证 警察感觉侄子的语气不对 要求侄子立刻打电话 好啊 我把电话打通了之后 你就完蛋了 老娘们 你这么愚蠢 肯定工作不保 警察在旁边 侄子还敢这么嚣张地说话 我在监控之下 看得一清二楚 这侄子的愚蠢 把我逗笑了 果然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那个白眼狼弟弟也在一旁 丝毫没有要阻拦的意思 果然有其父必有棋子 看到自己的手机突然亮起 我知道侄子打过来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所作所为都在我的监视之下 我冷笑一声 故意让手机一直在接通中 就是不接 等手机不响了之后 我把手机关机 随即合上笔记本 此刻的我已经登上了出国的飞机 露现了吧 怎么没有接 保姆忍不住幸灾乐祸 他早就接到了我的安排 对我那吸血的一家人也是颇为了解 替我打抱不平 还劝我早点逃离他们 前世我念及亲情 加上对妈为命适从 不敢生出任何不满的想法 所以没有听从保姆阿姨的意见 但这一事 我对这一家人不再手软 所以当我说出计划之后 保姆阿姨非常乐意配合演戏 侄子有些心慌 看我不接电话 连忙再次拨打 结果显示电话已关机 他心有不甘 重复拨打数十次 弟弟在一旁也慌忙 怎么回事儿子 你大不不接 侄子这时面对警察 才真的知道怕了 爸 他关机了 不应该啊 现在怎么办 保姆阿姨见状 连忙催促警察把他们抓起来 警察同志 这两人就是坑买拐骗的家伙 快把他们抓起来 他们根本不是王先生的亲戚 警察也感觉到不对 差点被这两人骗了 反手把两人控制在地上 紧接着哗哗哗的 一大堆钞票从他们的裤腰带中掉落出来 保姆看到之后惊声尖叫 还说不是抢劫的 天哪 这都是王先生放在保险柜的现金 侄子和弟弟刚想狡辩 就被警察烤上银手铐 现在证据确凿 人赃据获还想狡辩 警察发现真的被两人骗了 有些恼怒 把挣扎着的父子两人直接带走了 下飞机后 保姆将这一切都告诉了我 我心里虽然好受一些 不过这才是开始 比起前世 我所承受的一切 还差远了 我知道就算他们进入局子里 也不会判多重罪 我们的关系还是能够查得到 何况还有我妈出面 我妈出面的话 很容易将这两人保释出来 弟弟在拘留所里 焦急地打电话求助 但电话那头 只有冰冷的一关机 他哀求警察放他们离开 强调儿子不能有案底 影响上学 但警察对此持之以逼 认为入室行窃 还想洗白 侄子坚称 是我让他去家里帮忙取物的 但这辩解显然没打动警察 我接到警察的电话 核实情况时 正在接受人造自宫的手术 我知道 我现在这个样子 想找女朋友并不好找 我妈和弟弟 一直都以我没有孩子来胁迫我 那现在我就彻底 断了他们的幻想 难得又如何 不能生孩子了吗 不 可以的 我知道国外 有人造子宫这项技术之后 就立刻前往尝试 我对警察说 我没给过他们密码 虽然他们是我的侄子和弟弟 但我不接受和解 由于我的不和解 弟弟和侄子两人的 入室抢劫成功升级 他们从橘子十日游 升级到了月季酒店 直接享受了四个月的家型服务 我妈在家 我妈没有等到她的宝贝子和孙子回去 焦急万分 她找我打来电话 我调侃回应道 妈 您不知道吗 他们出去旅游了 您这么疼他们两个 他们却是两个白眼狼 出去都不带着您 电话那头传来摔杂声 我想象到了 妈听后气急败坏的样子 心情更加畅快 只听她骂骂咧咧 兔崽子 偷了你哥的钱自己去潇洒 不管你这家里的老娘 气死我了 我假装没有听到 妈 你刚才说什么呢 我妈这才意识到手机没挂 连忙说道 没事 你忙吧 察觉到手机挂掉 我这才冷笑起来 这下你们的靠山也没用了 你们就好好的在里面待段时间吧 等我回国再好好收拾你们 我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满心期待 当我知道有人造子宫这项技术的时候 还太不敢相信 现在安装成功 我才真的相信了 而且我还接受了另一项技术 人工受孕 这样自产自消 一条龙全部解决 现在只等我孩子出来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保姆阿姨说 弟弟和侄子他们在里面的待遇比苦药还艰苦 等到他们终于重见天日的时候 我肚子里的孩子也刚好四个月大 这两个白眼狼一踏出监狱大门 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打来电话 哥 你还是人吗 你知道吗 这几个月我吃的是康燕菜 天天采缝韧鸡 而且你侄子还要上学 现在有了暗底 以后哪个好单位能要他 你就这么对你的亲侄子和亲弟弟 你给我等着 我要找妈告状 你完了 听到他的哭诉 我相当满意 这才到哪 这次是四个月 下次可能就是一辈子 随便你 告状去吧 弟弟满心怨念 只是他还不知道 家里等着他的是什么 这四个月里 我妈给他打了无数次电话 可惜他被关进去 身上所有的通讯工具都被收走了 自然就接不到我妈的电话 电话打来我这 我就说我也联系不上 可能去国外享受了 让妈不要担心 其实我知道我妈不是担心 而是生气弟弟出去享福不带他 他声称回来一定要给弟弟好看 弟弟对我的态度显然不满意 他想要的不止这些 见我满不在乎的态度 就开始威胁我 要是你早点把户口本交出来 我和我儿子怎么会进去 你毁了我儿子 我也要毁了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除非 你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费 五十万外加你的那个房子 不然我让你身败名裂 这番威胁的话让我忍不住笑了 哦 我倒想看看你能整出什么样的花样 现在还是回家看看老母亲吧 他可想死你了 侄子抢过手机威胁道 大伯 你六亲不认 大义灭亲 连你亲侄子和亲弟弟都不放过 还把他们送进监狱 这要是传出去 你说会给你带来什么影响 我的嘴角微微上扬 真是个愚蠢又可爱的孩子 不管你想玩什么把戏 一切都是屠楼 孩子 大伯倒是期待你有什么花样 不然太无趣了 侄子一脸认真地说道 大伯 我已经安排好了一群记者 如果你还是这样不肯赔偿我们 你很快就能火了 小小年纪 还学这种手段来威胁我 他这语气在我听来很可笑 我现在早已不是被轻易威胁的人了 经历生死 我的心里早就发生了转变 相反 我倒是很希望这一家人走这种极端 只有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 也许我才可能摆脱这一家人 我没忍住轻笑出声 那就让他们来吧 看看谁怕谁 侄子见我不为所动 顿时急眼了 我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一旦这是曝光 你的公司股价会像白菜价一样 直线下降 但如果你现在就把我加入户口 顺便赔偿坐牢损失 我就让他们把这稿子丢进垃圾桶 我听到他的威胁顿感无趣 好老套的套路 不好意思哈 大侄子 你大伯我做了人工受孕 没有你户口的位置了 啊 弟弟和侄子两人不敢相信我说的话 当场 愣住 我不等他们说什么就挂断了电话 我通过家门口的监控 看到弟弟侄子两人鬼鬼祟祟的靠近我家家门 他们准备输入密码 直接闯入我家门 可惜我早就换了密码 除了保姆阿姨之外 我没有再给过任何人家门密码 看着他们两人似乎有些狼狈 脸上的抓痕很明显 鼻青脸肿的样子 我不禁笑了 这一定是我妈的杰作 我妈脾气非常大 而且自诩为一家之主 所有人都要听她的 看他们的样子 我妈肯定没有听他们解释 就先报答了他们一顿 他们现在是要干嘛 故技重施 继续来偷我家东西吗 在他们第五次输出密码的时候 我家门口的警报声立刻响起 弟弟两人如同惊弓之鸟般 吓得跳起来 他们索性也不再伪装了 弟弟在门口大喊起来 大哥 给我滚出来 你到底给妈说了什么 你必须好好给我解释一下 不然我就闹得满城皆知 我还未开口 保姆阿姨也发现了动静 立刻对我说道 先生 要不报警吧 他们又在私闯民宅 这次必须重判他们 我伸手制止保姆阿姨 现在报警最多关进去几天 显然四个月他们都不知悔改 几天更不可能满足他们 我示意保姆阿姨不用担心 放他们进来 我倒想看看他们会弄什么 保姆阿姨无奈 开门把他们放了进来 弟弟两人进来之后 就凶神恶煞地叫嚣 大哥 你居然骗妈说我们出去旅游 明明是你把我们送进去了 你好狠的心 还有你说什么 做了人工受孕这种破天荒的话 骗鬼呢 保姆阿姨看到两人这样的架势 便下意识把我挡在身前 以免我遭受到伤害 察觉到阿姨的动作后 我在她身后鼻子微微发红 我知道 她这是把我当成她的小辈子维护 一个外人尚且如此 为什么我亲生的妈就不会这样维护我呢 她从来不知道心疼我 只知道批语为我 只顾她自己 疼也是疼她那白眼狼小儿子和孙子 也不怪我亲妈 毕竟她没有心 生来就是自私的 她不会自己生存 有我爸的时候全都靠我爸 没我爸就靠我 现在我不管她 这不又怪上她这两个 不是亲生的孩子身上吗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本来就是你们自食其果的事情 再说我没有撒谎 我确实做了人工受孕 我说着 便从保姆阿姨的身后站出 亮出我的微微骨折的运动 弟弟尖叫出生你 你到底做了什么 侄子却不相信吧 您别信 这一定是假的 男的怎么可能怀孕 没这种可能 我冷笑两声 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无知 等我孩子出生了 自然一切都明白了 现在看到了吧 不管你们信不信都与我无关 以后不要再拿我没有孩子来说我了 因为老子也有孩子 两人终究是不信 只觉得我有病 骂骂咧咧地被保安拖走 显然弟弟和侄子并没有轻易放过我 很快他们就兑现了之前对我的威胁 找了一些小道记者来宣扬新闻 震惊 一男子为了不让侄子上学 把侄子和弟弟送进去 更离谱的是 他还做了所谓的人造子宫和人工受孕 就是不想让弟弟分自己的财产 这则新闻已经发出瞬间引起热议 奇葩 太奇葩了 在猎骑区 众口区更是流览量惊人 我很快就出名了 朋友们抱着不理解但尊重的态度 纷纷来问我事情真假 我淡定承认下来 只承认生孩子是真的 没有承认是不让侄子上学 不对这一家人好的事实 关于网上骂我白眼狼 其他男 炸裂男标签的评论 我并没有去回应 我知道这时候发生反驳 只会适得其反 我看网上发酵的差不多 我这才登场 找携手写了几千字的小作文 说我是如何被一家人吸血的 从我长大不上学开始 就一直养着弟弟和妈 努力几十年 弟弟结婚房子车都是我拿的 我最后熬了一头白发 还不被放过 现在还要给弟弟的孩子 上户口 住新房 很快这篇作文 就被有心人联系到一起 立刻扭转了网上的议论 网友们从最初 义愤填膺的 要给弟弟和侄子讨公道 变成了转头 骂他们两个人白眼狼 他们叫嚣着 要把这两个人人肉出来 而另一部分人则心疼我 开始在网上搜集 我公司的产品表示支持 我公司的股价也迅速回暖 弟弟他们还没得益多久 网上的局势就开始转变 在遭受到网报后 很多网友跟踪弟弟父子俩 还往会把他们堵在路上 扔他们臭鸡蛋 弟弟立刻就承受不住服软了 大哥 我错了 你联系记者把稿子删了吧 我已经把这边的删了 我当作没有看到他服软的消息 他找上门也避而不见 弟弟找不到我 他害怕网报 只能不甘心地挽起了消失 直到网上的议论逐渐消失 弟弟侄子两人才敢露面 我还在纳闷 他们又会出什么花招的时候 他们拿着一份协议来找我 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 我看了 确实是我的没办法只能认 是在很久之前签的 我那时候非常听妈的话 自己签的什么协议都没有看 原来是一份 我愿意把所有财产 与弟弟一起平分的协议 他们之所以一直没有拿出来 是因为他们野心太大 想要的不仅仅是我一半的财产 而是贪婪地想要获得全部 也正因如此 上一次侄子才会残忍地将我杀害 协议面前 我只好妥协 但我要求侄子必须去我公司上班 不然一分钱也得不到 侄子虽然不愿 但弟弟强迫他答应了 侄子看似勉强同意了 但我看到他眼神闪过一丝金光 不知道又在盘算什么东西 不过我丝毫不慌 他的一切行踪我都了如指掌 去了我公司工作之后 他一开始很老实 也很殷勤 仿佛之前去我家偷户口本 写小新闻抹黑我 都不是他干的一样 很快他就有了新花样 他找了一个女人进入公司 推荐这个女人当我的秘书 我一看这女人 不就是前世和侄子勾搭在一起 谋害我的人吗 正愁找不到她呢 没想到她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欣然接受了侄子的推荐 我肚子看起来有些鼓鼓的 但是任谁也想不到男人会怀孕 在外人看来 我只是啤酒度大的点而已 而侄子已经告诉女人我的情况了 语人虽然不理解我一个大男人 非要自己怀孕的原因 但他非常听侄子的话 语人做了秘书之后 开始时不时地勾引我 对我进行过很多暗示 不过我每次都装作看不到 她勾引我的时候 那眼神中是藏不住的嫌弃和恶寒 我又不瞎 我知道 女人表面勾引我 实际心里没少付费我 在她心里 我恐怕真的是个变态 一个男的居然妄想怀孕 我心想 男的又如何 她根本不懂 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绝望 才会走上这样的路 过了一段时间 女人明显不耐烦了 因为我每次都无动于衷 我想 也该让事情有个了结 这天 我送给女人一条情绪内衣 加上一把房子钥匙 女人顿时明白了我的意思 她开心坏了 立刻告诉了侄子 侄子一场欣喜 开始着手准备她的计划了 我按照约定 来到给女人房子钥匙的地方 先一步进入房子 静待侄子的到来 很快门口有了动静 女人走进来 但侄子并没有和她在一起 这让我感到有些奇怪 难道侄子不打算对我下手了 只见女人上来就脱掉外套 身上只剩下了我给她的情趣内衣 接着就要上前搂我脖子 我连忙制止 我说先洗澡 女人不耐吐槽一句 不男不女的还挺多事 说归说 还是听了我的话去洗漱一下 我看她动作这才松一口气 这和我想的不一样 直接进入主题了吗 侄子不来 在我奇怪的时候 女人迅速洗碗走出来了 她说带了瓶好酒让我尝尝 说完她就从她的包里 拿出一瓶红酒 没等我说喝不喝 她就倒上了 并且滴到了我嘴边 老板 喝点吧 这种时候不该浪漫一点吗 看她这番 我不喝不罢休的架势 我只能配合她眼下去 红酒刚入喉 眩晕感立刻袭来 我倒头就睡 再次醒来 我被五花大绑 侄子就在我面前 他手里拿着一把杀猪刀 正凶神恶煞地看着我 我的好大伯 你终于上钩了 竟然能忍一个月时间才上当 为了暴打你 我会把你头颅砍下来 放进绞肉鸡绞碎的 还有 你死了你的财产都是我的 不能怪侄子心狠 都是你逼的 你要是当初给我户口 给我房子 让我去上学该多好 我淡定地笑了 小侄子 你就这么点手段吗 侄子剑没有吓到我 立刻急了 你怎么不怕 你不怕死吗 我环顾四周 和上一世死前的场景 一模一样 怕 不过前世已经体验过一次 所以这次 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可怕了 侄子对我说的话很疑惑 你在说什么 什么前世死过一次 真是脑子有病 怪不得要去做人造子宫 和人工受孕 放着好好男的不做 非要当个半男不女的怪物 放心 你死后 我会把你肚子里 那个孩子掏出来 做成肉馅包饺子 骨头熬汤喝的 他认为我有病 还病得不轻 可他说的这番话 又何尝不是病态 变态至极 我不知道为何他如此冷血 如此残忍 杀人毁尸 不说还要残忍孩子 我无法原谅这样的恶魔 这次 我一定亲自送他去刑场 我冷眼看着侄子 在我面前仿佛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一个无法得到原谅的死人 你的表演可以到此结束了 就你这番言论 足够判你死刑 侄子被我的样子气笑了 他哈哈大笑 他觉得我在说玩笑话 明明绑着的是我 我去再嘲讽他 他的笑声还没结束 房门就被破开 警察禁止冲入 举起枪对着侄子 放下武器 那个女人和弟弟也被警察带进来 原来弟弟一直都知情 不仅知情还在房子外边 给他放哨让侄子杀我 只不过还是我技高一筹 早就想过 他们可能还会在这里杀我 就提前在这间房子里布满了监控 通知了警方有人要杀我 幸好一切还是按前世的轨迹来发展 我没有失算 侄子这才发现 他早就中计了 爸 这是怎么回事 他看到他爸的那一刻大声质问 不是让他在外边放风吗 怎么会有警察进来 弟弟连忙劝说警察别开枪 他劝侄子放下刀 警察这才松手放开弟弟 让弟弟上前劝阻 儿子 这都是你大伯的阴谋 我们上当了 放下刀吧 一切都好商量 侄子好吃懒做的性格 已经揉进了骨子里 他对金钱的执念非常深 我不听 你都说了 就差一步 只要他死了 我很快就有钱了 我不想努力 我只想做个有钱人 我要睡最好的妞 住最好的房子 吃最好的饭 过有钱人的生活 而他就该死 他死了他的钱就都是我的 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连骨灰都留不下 听到他的言论 我觉得可悲 真的会有不劳而获的生活吗 就算真的有 这样的日子 真的会开心吗 弟弟慌了神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 多怪他平时太惯太宠 才让把他亲生儿子 养成了一个变态 见警察还是举着枪 我弟心一狠 一巴掌打在侄子的脸上 你贴眼给老子清醒点 现在警察都在场 你还说杀人 你疯了 侄子被弟弟打懵了 吐出嘴里的断牙 你居然敢打我 从小到大 你可从来不打我的 弟弟急眼了 老子教育儿子怎么了 天经地义 我就打你这一次 就是让你长记性 要分清场合 侄子计划失败 心有不甘 加上一向爱他的父亲 竟然破天荒打了他 侄子气急了 一时间冲动占据大脑 侄子举起手中的 杀猪刀捅了出去 手起刀落 所有人都来不及拦住他 他居然对自己父亲下手 弟弟睁大眼睛不敢相信 自己会落到这样的结局 爸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一时冲动 都怪这个狗养的大伯 叫来警察 我这就杀了他替你报仇 侄子冲动过后 这太慌了 他想到都是因为我 才惹来一切 他连忙拔出刀 接着向我捅来 有警察眼疾手快 连忙开枪射向侄子 以防他再伤害到我 随着枪响一切结束 侄子和弟弟都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 我被松绑后 走到侄子面前说道 都怪你太贪心 都说了 我是重生的 侄子不甘地看着我 还是不相信我说的 我不理会 又走到弟弟面前 我自问没有亏待过你 你一直不觉得满足 告诉你句实话 你和我不是亲兄弟 弟弟本来就被捅伤 听到我这句话后 直接晕了过去 不知道还有没有气息 我走出房子 此刻阳光正好 好像一切都没好起来 事后 侄子因为中枪 没有抢救过来 弟弟虽然抢救过来 但捅到大动脉 一辈子植物人 妈找到我 到底为什么 要害死自己的侄子和弟弟 他现在苦不堪言 每天都要伺候 植物人的弟弟 要求我拿钱补偿 实际上我知道 他要钱是想自己享受 因为没有人能保障 他的生活了 至于照顾弟弟 这鬼话 我是不信 大概率就是 拿钱自己去潇洒 我直接和他断绝了 母子关系 既然只生不养 二十年已经还够了 我不想和他有瓜葛 让他自生自灭吧 不久后 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 人生算是得以圆满 不会有任何人 成为我的家座 全文完 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